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跟你旁边说 我们在这里敬拜真好 好 再问你旁边一下 上礼拜讲什么 上礼拜讲什么 信基督守律法 是不是 你们有没有看过连续剧 有没有 看过吗 看完这一集之后 今天看完 明天怎么样 再看 是不是 喜不喜欢看连续剧 没关系 你这时候讲喜欢OK的 OK 你曾经喜欢过吧 是不是 我们都巴不得赶快看下一集 是不是 是吗 好 所以今天是 今天是下一集 阿们 跟你旁边说 上帝要跟你说话 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我们讲到 信基督 versus 靠 这个 律法 是不是 十六十七节 十六十七节里面 讲到的 其实在 十六一直到十九节 到今天的 它里面 有两个不可 不可让 好 那么第一个就是 我们上礼拜讲的 不可让 什么呢 它提到说 不可以让这些 守安息日 这些日子 节旗 是不是 基督徒到底 可不可以 吃猪血糕呢 基督徒是不是应该要守 安息日呢 还是要守主日 有没有 不可以让这些的 律法的 行事的主义 来 使得我们 忽略的 信靠这位 耶稣基督 今天接着 在各路西书 第二章十八十九节 它又讲到 不可 让人 因这 故意谦虚和 敬拜天使 就夺去 你们的奖赏 这里在讲什么呢 这里要对付的 是另外一个 就是很多时候 你看这里 讲到自己 至高至大 对不对 所以呢 保罗提醒我们 我们不要依靠 我们自己 所拥有的 所经历的 所看到的 特别他在这里 要对付的是 神秘主义 你说什么是神秘主义 等一下我会说明 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你会发现 今天在教会里面 有两个主流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就是律法主义 一个就是形式主义 有没有 很多教会 守着它的传统 还不能讲 它是圣经的话 守着传统 守着它的 这一些的形式 守着它 这一个所谓的 这一个教派的 一些的教规 所以渐渐的 信仰里面 不再是依靠基督了 靠什么 靠着一套的形式 靠着一套的做法 那这个是 这个是上个礼拜 我们讲到 这个保罗要我们 小心的 那今天另外一个 教会的一个 一个可以说是 极端是什么呢 就是强调 强调你要有特殊的 或者是你要有特殊的 经验 或者你要去 去感受到什么 特别在这个 后现代社会 这个也是非常吸引人的 是吧 所以保罗说 不可以叫人 因着故意谦虚 和敬拜天使 什么叫做 故意谦虚 敬拜天使 故意谦虚 简单地说 就是假谦虚了 跟你旁边说 不要假谦虚 在英文圣经的 NASB版本里面 他提到说 这些人他们是 喜欢 delighting in false humility 他们喜欢在 那个 假得谦卑的里面 你说 我本来就是这样子 我没有假谦卑 我就是这样子 是不是 那叫骄傲 可是今天在教会里面 我们都知道 谦卑很重要 是不是 谦卑是美德 是不是 在教会里面 有没有鼓励说 哎呀 你要骄傲 你要自高自大 有没有 没有 但是 哥罗西 教会所面临到的 这个异端 他们就是 故意谦虚 但是其实 故意谦虚 跟什么有关系呢 跟敬拜天使 有关系 因为在 哥罗西的教会里面 这个异端里面 他们认为说 物质跟 这个灵 这个两个 是二元论的 所以 这两个 基本上是对立的 是不能够沟通的 因此呢 上帝在创造的 这个物质跟人 这个灵之间呢 跟上帝之间呢 他就创造了 所谓的天使 所以天使是其中一个 可以让这两个之间 可以沟通的 那天使呢 比神低 但是他比人高 你看到没有 接着就带来什么 所以要敬拜天使 看到没有 所以 哥罗西的教会 从免利的记忆端 他们就是 借着这样子 一个说法 说 哎呀 你看 我们其实是 比天使更低的 所以我们今天 不配来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需要 透过天使 因此 他们就来敬拜天使 你懂这意思吗 这个叫做假谦卑 这个叫做假谦卑 当然可能今天我们 也许在我们 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现在我们可能 不是这种的假谦卑 但是我们会不会 在我们的信仰当中 也会有这种 故意谦虚 也是有这种 好像是自己很谦卑 但是其实呢 你看后面接着讲什么 接着他说 这的人 居你所见的 随着自己的欲心 无故的至高之大 看到没有 前面讲故意谦虚 后面就怎么样 至高至大 狐狸的尾巴露出来 什么叫做居你所见 居你所见 其实这个居你 就是指的 原来意思是指的详细研究 所以你看它 有不同的版本翻译 中文圣经里面 吕正中文翻译把它说 这等人根据自己所见过的幻象 随着自己的欲心 欲漏欲的心 突然自吹自大 也就是说 这些人呢 他看过一些的 所谓的意象 他看过一些 有一些超自然的经验 因此他就用这些 来当作他自己 自高自大的理由 你懂这意思吗 现在有什么 我们曾经提过好几次 你看到这一个图片的时候 你就知道 他们是什么 摩门教 当然其实 很多的摩门教徒 其实你如果去跟他们相处 他们很有爱心的 甚至他们很多时候 比基督徒还有爱心 这也就是为什么 摩门教其实可以说是 在美国的异端当中 可以说是发展最快的 但是亲爱的兄姊妹 记得我们上个礼拜讲的 我们得救是 本乎恩 因着性 不是出于自己 也不是出于行为 看到没有 所以我们不能够靠 我们自己的好行为 使得我们能够得到救恩 这一点我们必须要 非常非常的清楚 Amen 不然的话 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的里面 不知不觉的 也会形成这样子的一个观念 我们强调带领别人 信耶稣 我们要用好的见证 好的行为 到一个地步 我们就觉得 透过我们的好行为 可以使一个人得救 亲爱的兄弟 这是不一样的事情 懂意思吗 只有耶稣基督 才可以靠着得救 Amen 怎么 我没有动 OK 好 那丢准备 那你说 其实这个摩门教 他的中文的名称 你看他每一些出来传教的这些年轻人 他这边带一个牌子 他其实写的都是什么呢 他叫做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 之前曾经有中文把它翻译成末期 但是现在他们大概是两千年以后吧 他们统一就翻成后期 就later day 后期圣徒教会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他们认为 他们是寄存了耶稣基督的正统 耶稣基督的那一个时候 后来他的使徒们死了之后 结果呢 这个教会就没落了 教会就失去了 离开了正统 所以他们认为 他们是回到这个正统 所以叫做later day 你懂我这意思吗 如果一个不太了解基督教的人 看了他们的时候 一看耶稣基督 今天有哪一个教会 把自己教会的名字 清清楚楚地用耶稣基督说出来的 我到目前还没有看过 了不起就是后面加个什么 基督教会 是不是 这个 我们林良堂叫做 我们叫林良堂 是不是 或者是林良教会 是不是 我们就用了教会这两个字 但是我们 我还没有听过 这个很少 至少我没有听过 这个教会的名称是 完全就用耶稣基督 就是 所以听起来这个字 蛮属灵的 是不是 但是你知道吗 其实 摩门门教 他们的信仰里面 这边没有 OK 好 可能 有一张图 不知道 到哪里去了 我稍微讲一下 那事实上 摩门教 他们所信的神 他们不相信三位一体的 他们相信上帝 他们也相信 耶稣是神 他们也相信 圣灵 所以 他们相信的 可以说是 三位三体 懂这意思吗 那么讲到 他们的救恩论 因为我讲的这个就是 我们怎么知道 这个叫异端呢 那也是一样 他们的 对救恩论来讲 除了信耶稣基督之外 还必须加上 相信律法 看到没有 但是你们准备 摩门教的 创始人叫做 约瑟史密斯 他怎么样子创立的 你知道吗 他宣称 他在十五岁的时候 那么他得到 他看到了一个异象 异象 所以 在这个异象当中呢 他梦 他看到 这个异象里面 跟他说话说 他说 真正的基督教会不存在 而且要他去开始 建立一个真正的基督教会 那么到了他十八岁的时候 他就宣告有一个先知 叫做摩罗来 带着一些精业的书卷 然后呢 这个上面记载着 这是全备的永恒的福音 向他显现 看到没有 所以摩罗来 这个先知 这个摩 我就叫他摩先知好了 这个摩先知呢 就把这些精业 放在盒子里面藏起来 然后呢 史密斯约瑟就说 他第二天 他在纽约州的一个小山丘上面 发现藏着精业的 这个石盒 上面里面 然后他就用这个乌林土明 就是旧约里面不有乌林土明吗 就是两片镜片 他说透过这两片镜片 他就能够看懂 精业片上面的文字 终于在1830年翻译出版 就是今天的摩门经 这个就像今天 我们所讲的这个经文一样 这个教主宣称 他看见了意想 宣称他得到先知 有这个精业片的这个启示 请问谁知道 他到底看到的是什么 你懂我意思吗 那个经业片先在哪里呢 只有他看 看完之后没了 谁知道那道理里面写的 是不是今天这些东西呢 你懂我意思吗 哎呀 刚才竟然用准备 他这样讲 今天有1700万人跟他 你出去也创个教看看 你说哎呀 我得到一个天启 哎呀 神明跟我指示 好 不过你出去研究 你会很多新兴宗教 都有这么一回事 是不是 现在就准备 保罗提醒我们说 不要你因为这些人 他们故意谦虚 他们敬拜天使 他们用他们自己 所看过的意象 或者幻象 他们就至高至大 看到没有 保罗提醒我们 我们的信仰里面 不要变成是 去依靠特殊的一些的经验 神秘的经验 或者是一些所谓 异象异梦 来成为我们信仰的根基 Amen 好 那这个我就谈到 今天其实在 灵恩派教会的里面 是不是也出现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现在我发现 越来越多的 台湾教会 开始往这方面追求 以前在我在的时候 那是另外一个极端 你不要讲说方言 你讲到圣灵两个字 马上别人可能就把你 灌上了灵恩派这三个字 现在是 在大型聚会里面 讲员带着大家说 我们一起同声开国 用方言祷告 哇 那请问 不会方言祷告怎么办 你就学呗 你懂这意思啊 你不知不觉的 就让大家觉得 我不会说方言 我就是怎么样 我就是 第二个字 前面弟兄姊妹 圣经上怎么说 保罗罗说 岂都是说方言的 看到没有 就是我再说 我一点都不反对方言 我自己会说方言 但是我从来不在 我们教会里面 公开地这样说 你能有意思吗 强调什么 方言是上帝 所赐的一个恩赐 但是圣经没有说 每一个基督徒 都应该说方言 甚至有一些教派 像这个香港 以前有个新约教会 他们甚至强调 你不说方言 你就不得救 所以香港教会 后来因为 这个新约教会的出来 特别他们的创办人 叫江端仪 是一个很有名的隐心 所以当他讲完之后 他最后他死 死的是因为死在什么 猴癌 蛇癌 所以很多教会就大好了 马上就头颈下尸 你看他就是因为 强调说方言 所以上帝管教他 说死在猴癌 蛇癌 这也不应该了 你懂我意思吗 可是那件事情 对香港教会影响很大 很多你会发现 对不起我这样讲 你会发现 很多讲广东话的教会 基本上对圣灵 是比较保守的 当然这些年来 香港的教会也在改变 可是你会发现 亲爱的众子妹 我们怎么变 变来变去 请记得 你所有的一切的变 都不能够离开圣经 Amen 你所有一切的变 都不能够离开基督 不管你是往左往右 离开了基督 你就很可能会走路的 走路的歧途 甚至变成是异乱 所以 今天的教会 不知不觉的 开始 我们从过去 教会保守 教会没有能力 教会没有这些事情发生 以至于教会 看不见神迹奇事 到今天变成开始 大力的宣传 大力的鼓励 大力的宣传 说我们需要神迹奇事 亲爱的众子妹 人常常就是这样子 过于不及 你懂我意思吗 Again 你们都知道我的立场 是不是 我自己经历过神的医治 所以我深深相信 今天神照样 在医治我们的疾病 Amen 这也是今天 很多人需要的 但是我不会去说 emphasize 神迹 医治到 医治到一个地步 就变成什么 变成我们的信仰的根基 建立在这样子 你懂我意思吗 亲爱的众子妹 今天很多的异端 就是如此 强调自己 靠着自己的 这种所看见的 变成了异端 在我们20 上一次大选什么时候 2020是不是 我想大家回想一下 在上一次竞选的时候 谁跟谁选 川普跟拜登 当然我们这些福音派教会的 都是一定支持谁 不要讲 那段时间你会发现 牧者也很困难 到底应该是不是 要不要表明立场呢 是不是 那有一些的先知 非常勇敢 他们非常大胆 公开的宣布 说川普一定会当选 因为这是神跟他说的 结果2021年的 2020年 结果那次当选 那次的选举 川普没有当选 结果有几位先知 在2021年的时候 公开道歉 其中一个是 在这个伯特利教会 也叫Bethel 一个很著名的 一个领恩教会 在中加州 他们的主任牧师 叫做Bill Johnson 大家应该知道 台北这个 台湾的教会 对他也是蛮 蛮这个 蛮欢迎的 那他教会你们 一个所谓的先知 就是这样说 但是他后来 在2021年的时候 公开道歉 那还有很多 没有道歉的先知 你知道吗 所以这些人 继续地在那边发语言 这些人继续地在讲 哎呀 所以你可以看见 前童子妹 在末后的日子里面 这些的事情会越来越多 我告诉你 那我再说 不是说今天上帝 不会用神奇奇事 不会用意象意梦 不会用这些方式 神还是可以做 Amen 今天会不会有 神借着先知 说话呢 可以 还是有人 有先知的恩赐 但是亲爱的兄弟妹 从广义上面来讲 每一个基督徒 你都是先知啊 牧师在讲台上面 讲道 是不是先知在讲话 奇怪你们这个 就有点犹豫了 是不是啊 你说我都没有听过 神跟你说话 那我一起问你 你又没有来主义崇拜啊 如果你每个礼拜天 都来主义崇拜 你说你没有听过神说话 那不知道你是 你的耳朵的问题了 还是牧师的问题了 你说我意思吗 至少我讲到 每一次我花功夫 把神的话讲解给大家听 亲爱的兄弟姐妹 今天很多的讲台 圣经练一完 放在一边 开始讲自己了 现在大家喜欢听的时候 新鲜的道 你懂我意思吗 越聪动越新鲜越好 哇 你知道吗 中共会攻打台湾啊 上帝跟我说的啊 你Google一下 中共会攻打台湾 马上就一大堆出来了 是不是啊 亲爱的兄弟姐妹 所以今天人的耳朵发扬 厌烦纯正的道理 圣经已经早就提醒我们 所以我们不要去靠这些 不要去靠这些 不要靠自己 那靠什么呢 保罗接下来讲说 他说不辞定元首 全身既然靠着他 经节得以相助 联络 就因神大德掌尽 不辞定元首 是接着上面的这些人 对不对 他们不辞定元首 但是呢 你把那个不去掉 换句话说 反过来保罗要我们怎么样 要我们辞定元首 然后接下来说 全身既然靠着谁啊 靠着谁 靠着他 靠着耶稣基督 全身既然靠着他 那么保罗在以夫所书 第四章十三到十六节 也讲类似的话 保罗在以夫所书 第四章十三到十六节 这里说什么呢 他说 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 同归于一 认识神的儿子 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的神谅 所以在这里 保罗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 我们能够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的神谅 就是说 像耶稣基督一样 是靠着什么 靠着什么 靠着听名嘴讲道 靠着看多少的 这一个主日学 或者是圣经教导的课程 是吗 他说什么 他说 只等到我们众人 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认识神的儿子 这句话把它翻译起来 简单地说是什么呢 就是说认识耶稣基督 只等到我们一个地步 我们怎么样才会长大成人呢 只等到一个地步 就是我们认识这位耶稣基督 在真理的里面 有同样的认识 这是第一个 接着你来看 第十五节这边说 凡事长尽 连于元首基督 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和事 百节各按各职 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 便叫身体渐渐增长 在爱中建立自己 请问这段话 是不是跟刚才我们读的 这十九节 非常的接近 有没有 经节彼此相助 是不是 然后呢 全身靠着他 有没有 这里说凡事长尽 连于元首基督 全身靠他联络的 怎么样 合适 所以亲爱的刘子妹 这边虽然保罗在 以夫所书里面讲到 是教会 教会要靠谁 教会靠什么 教会靠牧师 靠掌实会 靠谁 靠他 他是谁 靠耶稣基督啊 靠耶稣基督 所以经节彼此合作 因此在这里 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 什么叫做靠 靠 持定元首 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 抓紧 抓紧 握住 持续地握住的 这个意思 现在分持 就是表示一个 持续地进行的 一个动作 所以保罗就说 你们要持定 要一直抓住啊 hold on 抓紧啊 亲爱的兄弟妹 还记得上礼拜 我讲的那个 那个 那个例子 那个做上吊祷告 记不记得 彼得做那个上吊祷告 他没有做上吊祷告 我们说不要做上吊祷告 是不是 我们说彼得 他下沉的时候 请问 耶稣的手去接他的时候 他会怎么样抓 请告诉你 会怎么抓 他一把 用全身吃来的力量 抓住 是不是 如果可以两只手抓 他一定两只手一起抓 是吧 抓得紧紧的 绝对不会放的 亲爱的兄弟妹 我们的一生 其实神就要我们学习 抓紧他 你什么时候会比较 抓紧神 请告诉我 风平浪静 一帆风顺 儿女孝顺 妻子体贴 或者丈夫体贴 你什么时候会比较 抓紧神 请告诉我 你会发现往往在什么时候 在苦难的时候 是不是 神常常借着这些难处 哎呀 真的是 试了什么办法都试不了 祷告吧 是不是 祷告吧 刚开始可能只是随随便便祷告 还没有解决问题 怎么办呢 牧师说 那你要试试看 进食祷告 一辈子没经过食 这一次碰到这个问题 好吧 进食祷告 进食三天 感谢赞美主 哇 总算三天祷告 忍耐结束 还没有 还没有解决 怎么办 怎么办 继续祷告 进食四十天 谁怕谁 我们当中 有没有 禁食四十天 我很想知道 你为什么去 禁食四十天 我告诉你 在我过去的一生当中 我禁食四十天 或者二十一天祷告 都是在我人生 重大关口的时候 我希望我能够到 不需要靠重大关口 像这个张磊牧师的 那个牧师一样 反正一年进几次啊 两次 一年进两次 多少天 四十天加四十天 三次 这个张师母说三次 那一定是太太说的对 三次啊 三次多少天 请告诉我 一年多少天 所以三次占了多少比例啊 不止三分之一啊 你的数学 我数学很不好 我都知道 不止三分之一啊 多少 将近 一百二十占三百六十五是多少 对不起 感谢主 感谢主 这表示你们都 数学都比我好啊 讲到哪里去了 塞去 塞去 谢主持人 他不是因为 所以有什么重大危难啊 每一年就是固定的 教会全部的弟兄姊妹们 统统一样 大家一起来参与 当然不是说 每一个弟兄姊妹 都会跟着他一起四十天 但是呢 一定都会进食祷告 传道人一定都跟着一起 要进食祷告 谢主持人 我们是什么时候进食祷告啊 苦难的时候 苦难的时候 所以在我们 pandemic第一年 我们教会三次 我记得 不是每一次都四十 但是呢 有一次是二十一天 但是我们有三次 连锁的进食祷告 我们真觉得需要祷告 大家也觉得需要祷告 所以大家很多人三啊 对 现在pandemic过去了 说再来一把 亲爱的朋友们 所以我们会依靠神 常常是在 危难的时候来依靠神 所以当你在苦难的时候 不要让苦难白白的过去 不要白白的受苦 当你在苦难的时候 你要来好好的祷告 依靠神 那么在这里也告诉我们说 这个靠基督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 经节得以相助联络 大得掌进 在这里仿佛给我们看到一个教会增长的 一个秘诀 这里讲的相助 讲的联络 讲的掌进 在原文里面都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意思 也就是说 当我们跟这个头连结在一起的时候呢 我们整个的身体 摆结各按各自 彼此互相相助 弟兄姊妹们 你会唱歌的 他会弹琴的 大家一起同心合一配搭 这一个人在台上 那个人在台下 在幕后 在幕前 大家彼此同心合一 彼此配搭 没有分你我 没有分高低 这是这里所形容的教会的光景 这是这里所形容 当你的小组 你的团聚 大家同心合一 彼此相助 摆结各按各止 该做什么 该做什么 每一个人按照他的恩赐 彼此配搭的合赐 兄姊姊妹 这是今天我们所期望看见的教会 是吧 但是他说 当我们跟这个头连结在一起的时候 就会产生这样的结果 可是你会发现 今天很多的教会 不是这样子 今天的很多教会 就跟我们的 就跟我们国家的两党一样 常常搞不定 教会到底应该做什么 教会应该买什么 教会钱怎么用 我跟你讲 教会没有钱的时候 大家都比较容易相爱 承不承认 家里也是一样 家没钱的时候 大家会不会比较相爱 你又会有引经据典 贫贱夫妻怎么样 但是那不是真理 我从小在一个比较 辛苦的家庭长大 我们虽然辛苦 但是我们彼此相爱 我记得我父亲 心机梗塞住到医院的时候 我们家人 兄弟姐妹 我们人就去看他 哎呀 这个去那个去 就是大家时间安排好 你这个时候你去 那个时候你去 等等 但是我们在我爸爸旁间 有另外一个 也是一个老人 也在那边 好像也是心机梗塞 或者反正什么重病 已经准备都要走了 哎呀 他们看到我们家这个样子 就有一天就聊天 他说真的很羡慕我们家 我说为什么羡慕 他说 他们兄弟姐妹 来这边看爸爸 就在那边商讨说 到底这个遗产要怎么分 到底谁要应该分多少 就在病床那个地方 就吵起来 我爸爸没有遗产给我们 可能他如果真走的话 伤账费我们还要大家分摊 你懂我说的意思吗 是不是贫贱夫妻 百事爱 亲爱的兄弟姐妹 你会发现很多时候 当我们没有的时候 我们大家彼此相助 但是当我们有很多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 我们就算 哎呀 你用多少我用多少 你分多少我分多少 亲爱的兄弟姐妹 离了基督 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所以 关键就是在靠基督 上礼拜我们强调的 也是在基督 保罗在哥罗西说 一再地强调 其实在整个保罗的书信里面 他一再地强调 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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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基督 靠基督 在基督的里面 他有时用 在基督里 他有时候用 靠着耶稣基督 总之保罗用各式 用这些都来表明一些事情 就是说 依靠基督 依靠基督 靠主 你就可以怎么样 常常喜乐 有没有 一幅所说那边说的 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 靠着那位 加给我们力量的 怎么样 百事多人做 保罗提到 患难困苦 贫穷 这个赤身露体 这些不能够 将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 但是靠着那 爱我们的主 怎么样 我们就能够胜过了 胜过什么 胜过这一切 患难困苦 赤身露体 等等等等这些 亲爱的兄姐妹 所以保罗清楚知道 靠着基督 他可以在人生当中得胜 靠着耶稣基督 他可以在人生的当中 胜过他自己肉体的软弱 靠着耶稣基督 他可以胜过罪恶的试探 亲爱的兄姐妹 一切都在基督里面 一切的这个秘诀 都在基督的里面 那怎么样子呢 约翰福音十五章那边 告诉我们说 他说 枝子连鱼树 主说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 藏在我里面的 我也藏在它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这个 这个是我今天 去把它造出来 这我们家的 那个叫做百香果树 你看到右边 右边的这个 有没有看到那个 被剪断的枝条 有没有 因为最近师母 这个跟我们女儿 她们说 哎呀 我们很想练 我们家的 Lemon Guava 去年 都被这个 Pasic Fruit 把它cover了 所以它没有阳光 都哭了 就是 只有几个 枝条生出来 但是也没结什么果 今年说 好 就下了决心 把它剪断 把那一片 你现在看到 那个空空的 那一片 在那个Lemon Guava 树上面的 本来都是 盖满了 Pasic Fruit 那个叶子 那个枝条 哇 真是我没想到 当初 当初这个 师母买这个 我像他也没有想到 哇 真是厉害啊 基督徒 如果向这个 Pasic Fruit就好了 哇 它是有空间 就发展了 到处啊 我们家隔壁 那院子的火龙果 也被它这样子摘着 往右往 你现在没给你看 右边 右边的这整个 都被它盖满了 可是你看 那个枝子 被切断之后 所有的这些枝子 叶子 全都失去了供应 枯干了 亲爱的 亲爱的 兄姐妹 我们的生命 也是如此 如果我们 不藏在主的里面 我们就会枯干 离了它 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Amen 所以每一天早上 我想你在灵梁堂 待了 一段时间 你就会发现 牧师常常 三不五十 要提醒大家 每天早上 千人灵修 没有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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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人灵修 没 有很多 弟兄姊妹们 我不知道 你到底有没有 灵修 只有主知道 可是我常常 提醒弟兄姊妹 这是基本功夫 不管你有再多 属灵的经验 不管你是参加一个 什么多么增长的教会 你的灵命 不是因为你参加一个 非常增长 人数很多的教会 你的灵命就一定成长 当然一个好教会 很重要 可是我告诉你 灵命的成长 不是说要靠这些 灵命的成长 很重要 你要跟主连结 每一天早上 灵修 清静神 这是一个基本的功夫 这一个东西没有 你不要谈到 住在主里面了 了解意思吗 所以 我知道 我们目前有差不多 八十个 八十多 弟兄姊妹们 早上参加 我们的这个 online的 这个灵修 是不是 导读 但是 我也提醒大家 就说你online 你挂在那边 我随便 讲个名字 不要对号录作 Helen Helen 今天Helen在 但是可能她在做什么 可能在打呼 所以蔡师傅 每一次都提醒 兄姊妹 静音静音 其实也是为你好 你打呼 八十几个人都听到了 你知道 不过你也蛮勇敢的了 至少别人那个怕被听到 就干脆不来了 那要强了 是不是 好 就是我提醒你说 传道人导读 传道人讲解圣经 不是要代替你灵修 懂这意思吗 所以我常常提醒弟兄姊妹 当我们在导读的时候 你跟着一起来 因为当你开口的时候 当你用主的话来祷告的时候 你再直接地在跟主 跟主连接 可是你听不一样 懂这意思吗 所以我们需要 我们需要 甚至时时时刻刻 让我们不要把这些 所谓的属灵的动作 属灵的这些功课 变成是一个仪式了 那 那这太可惜了 那你在浪费时间 你在浪费传道人时间 亲爱的兄姊妹 我们需要建立一个 跟神的关系 是直接的 这是我们为什么要 早上起来灵修 那么另外 我们要在真道上面 好好的对主的话下功夫啊 我发现 我们一些团体小组 很喜欢擦经 有的可能查了五年十年 甚至不知道多少年了 是不是 但是现在又准备 查经 很重要的 你要下功夫 去明白神的话语 也不是说 大家来这边 听一听就算了 是不是 要懂得怎么样子 来明白 所以我跟大家讲 一个最简单的 一个解经的原则 就是叫做上下文 很多的异端出问题 都出在断章取义 上下文是什么意思 上下文意思就是说 今天你这节圣经 你要看看它上面的经文 跟下面的经文 甚至你要看看整章 整个这一本书 比如说以弗所书 哥罗西书 你要看整个以弗所书 哥罗西书 它在讲什么 然后你要看旧约 新约 整个是整本圣经 一起来看一个问题 这个解经常常出问题 就是断章取义 刚才讲的某某教是一个 那么另外 现在我刚讲的就是 现在一些的教会开始 特别一些比较理论的教会 开始呢 就开始比较 抓着圣经的一些经文 发展出一个整个教义 最近有人 送我一本书 这本书叫做 《圣殿山导然手册》 本来是英文的 被翻成中文 这本书是一个 听说是一个犹太的拉比写的 我不晓得基督徒 现在为什么把犹太拉比 好像当作是神人一样 这么样子地推崇他们 其实我看都不想看这本书 我一看封面 我一看它里面的简介 我就知道 真的是 它里面在讲的 就是今天很多教会 开始认为说 我们过去说 以色列 今天就是教会 他们认为这个叫替代神学 好了 带来一股就是说 我们现在回到西伯来的根源 我们要回到旧约 是个Torah 就是所谓的正典 摩西五经的这些 要把这些简单地说 就是回到犹太教去 你懂意思吗 现在都准备了 保罗在哥罗西书 在加拉太书明明地告诉我们 警告我们 不可以这样子 当时候的教会就有这个问题 他们还是从犹太教背景出来的 今天我们跟犹太教 有什么关系 是不是 但是就是因为 多年前开始 有的人开始就抓着 一节圣经说 我们要为以色列 祝福 有没有 就准备 你好好去下风呼 研究一下 为以色列祝福 新约怎么说 新约有没有在讲 为以色列祝福 你懂我说的意思吗 所以很多人抓着了 这一节经文 就说 你看我们要为以色列祝福 我们到耶路撒冷去朝圣 我们到那个地方 我们圣体之旅 不是去朝圣 OK啊 我们到那个地方是去 因为那个地方 我们要为他们祝福 我们去买他们的东西 我们买这些纪念品 我们要祝福以色列 Come on 你祝福犹太教了 你懂我意思吗 那隔壁的巴勒斯坦呢 叙利亚呢 埃及呢 这些阿拉伯国家 我们要不为他们祝福啊 你懂我意思吗 我们都应该把福音传给他们 不管是犹太人 不管是这些穆斯林 我们都应该把福音传给他们 Amen 所以我们不是特别 要来祝福以色列 这种的神学观 其实到最后就会变成是 不知不觉回到犹太教的里面去 我的意思是说 你当然应该为以色列祷告 但是像现在有些教会 除了为以色列祷告 其他都不在乎 我们教会里面 你可以看见每一次祷告的对象 有没有 你一辈子可能都没有看过这么多 哎呀 这个什么族 什么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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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但是你到有一些教会去 他只有一个族 叫做什么 叫做以色列祖 这不是神的心意 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这样子 让我们看见 我们独独的 只要为以色列祷告 好了 那么 大家可能好奇 为什么1995轮8月 中共攻打台湾 这个 我自己亲身 在这个时间点 我记得1995的时候 我刚好从墨西哥 宣教Unfollow 也就是反国素质 回到台湾 人家都要离开台湾 跑出去 逃难啊 我怎么回台湾 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台湾那时候流行 1995轮8月 出了一本书 这本书的作者 就在我们洛杉矶 那么他就讲说 中共要攻打台湾 等等的这些 讲得真是 好像是真的一样 许多人看了他书 然后呢 基督教界又有先知 也是我们洛杉矶的 这个就回去 他听说他自己花钱 印刷印了十万 十万的小册子 什么之类的东西 就宣传说 上帝给他 给他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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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要攻打台湾 连一贯道 在那个时候 也流传 什么 先人指点 所以 所以那时候 贝里斯发了 你知道吗 因为他们说 要逃到贝里斯去 很多人就跑到 贝里斯去了 结果去那边 其实发现 那边是沼泽地带 可笑 可笑 这一个洛杉矶的 这个先知呢 听说他以前 信主之前 是一贯道背景的 而且是一贯道的 点传师 所以他非常 非常 这个 就是有这个背景 所以他非常的 认真的祷告 他也常常 进食祷告 again 我讲这样子的时候 你不要说 我讲的意思就是说 他往这方面转转 他转到最后 就变成说 他就自己认为 他自己是先知了 得到上帝的启示 等等这些 好了 当这个 后来中国没有 攻打台湾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 就有人问他了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 如果牧者把教会 牧养得好 信徒对真理清楚 怎么会摇摆不定呢 哇 这个人把责任 堆在我们身上 你看 但是也确实 值得我们检讨 是吧 台湾为什么 这么多的教会 会受到他 甚至有牧者 带着羊群一起 跑到贝里斯去 现在丢着没 这种事 不会是只有 那个1995 后来台湾又发生 飞碟会 这我就不讲了 美国也有 是不是 主耶稣 什么时候要来 大家就在那边等吧 他会用飞碟 把你带到天堂去 怎么会有 这么可笑的 这种事情 人家都相信呢 现在就怎么 就是我们对神的话 太不清楚了 跟你旁边说 好好下功夫 读圣经 你说我 我也没办法 有那么多时间 好好地听到 阿们 不要到处乱听 我跟你讲 网络上面一大堆 讲得那真是 恐怖横飞了 乱七八糟的一大堆 只有你们牧者知道 你们该吃什么 外面的大厨师 不会知道 家里的 你自己的家 小孩子 该吃什么的 最后 我们除了 对神的话语 要好好地下功夫 我们要建立跟神的话 这是其中一个 建立神的办法 对不对 但是亲爱的 兄姐妹 最后我要讲的就是 我们要来经历 这位耶稣基督 我们不要只是 头脑知识 懂这些东西 这也是一般所谓的 传统教会 福音派教会的问题 就是说 我们很着重主日学 我们很着重查经 我们很着重 这些圣经知识 但是呢 我们却很少行动 我们很少照着 圣经里面所说的话 去行 所以亲爱的兄姐妹 我最后要讲的就是说 我们需要 实际地去经历 这位耶稣基督 我自己在信仰的过程当中 曾经经历过 真的是非常的苦干 苦干到一个地步 我甚至想要 离开教会 不想要 不想要继续去教会 可是就在那个时候 那么有一个属灵的长辈 就邀请我去参加 一个五天的营会 我那时候里面 真是饥渴 所以我付了很大的代价 去参加的那一次的 五天的营会 请了 我把工作 这个请了五天的假 好 那我去参加那个营会 那么在那一次的聚会当中 其中有一个 是我一直想要得到的 就是我跟神说 主啊 我渴望被圣灵充满 因为在那个之前 我已经陆陆续续 听到一些传道人 在我们那个年代 讲圣灵充满信息的非常少 但是我听了之后 我就觉得 哇 那就是我所需要的 所以在那次的聚会当中呢 我也带着这样子 渴慕的心 跟神祷告 有一天晚上 我还记得 我都到了 我到了这个 到了这个 那个祷告室里面 跪在那个地方 那天我进食祷告 我进食祷告的时候 我跟主祷告 我说主啊 主啊 我这次来 我跟你祷告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就是 主啊 我一定要知道 你到底 是不是要我出来做传道人 我那时候正在寻求这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主啊 我渴望被你的圣灵充满 我还记得那时候 我祷告圣灵充满的时候 我祷告到一个地步 我说主啊 如果你圣灵充满 我就不下山了 弟兄姊妹 这个话 理性的时候啊 你不会这样祷告的 那时候一定不太理性 你懂我意思吗 也不是说不太理性 就是说那时候一定是 迫切到一个地步 根本不会去理性去想说 万一没有的话 我到底要下山不下山 可是你知道吗 神知道我们的心啊 就这么奇妙啊 就在第二天的一个聚会当中啊 当中人在那边敬拜 还不是什么 还不是什么讲道的时间 就是当中人在那边敬拜的时候 圣灵就来了 我们大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 大概两百多个人聚会啊 圣灵大大的浇灌下来 我们每个人都已经在 敬拜到一个地步 眼睛都闭起来了 你知道吗 手聚一下眼睛闭起来了 结果突然我自己就感受到 圣灵大大的浇灌下来 好像一股喜乐的灵 从我里面有这种流出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从小是一个比较忧虑的人 我认为我小时候 我年轻的时候有忧郁症 只是我们那个年代 不懂什么叫忧郁症 也没有这个名词 可是我事后知道 其实我那一段时间 我真的是有忧郁症 但是你知道吗 上帝知道我们的情况 就在那一次的生命充满着 那个喜乐的灵充满在这里面 那个好像经历到神的那种 那种 super nature的一个浇灌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从那一天开始 我整个属灵的生命被神打开 我看见我的神 不是只是一个定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我看见我的神 耶稣基督 祂是一位从死里复活的 祂是有大能力的 祂所赐给我们的这一个 那叫祂从死里复活的大能 也要使我们这信的人要活过来 Amen 这一个复活的大能 这一个胜利的能力 要使得我们胜过一切的忧虑和恐惧 Amen 今天这个世界太多的忧虑 这个世界太多的恐惧 这个世界太多让人担心的事情 所以很多的人得忧郁症 很多的人不知道该如何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这也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 神说在末后的日子 祂要将祂的灵浇灌 凡有血气的 Amen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仅仅是要来 抑制我们的depression 不仅仅只是要除去 我们里面的恐惧 神的灵充满我们 因为祂要我们每一个都起来 为祂做见证 做祂的见证人 勇敢地传扬祂的福音 Amen 你渴慕吗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好吗 我们大家一起起立 我们来唱这首歌 弟兄姐妹 不管你过去信主多少年 我也不管你读过多少遍圣经 甚至你上过神学院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你就单纯来到主的面前 主的话这样说 在末后的日子 祂要将祂的灵浇灌 凡有血气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我们所需要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 我们要为主做见证 我们要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我们需要圣灵 好不好 我们带着可慕的心 一起来唱这首歌 我们向主来呼求 在末后的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 我的百姓 交换翻有血气的 儿女们的你们要说语言 少年人的你们要见异乡 老年们的你们要做异梦 主的人交换你们 圣灵的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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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合着夜一乡 老年们的你们要做异梦 主的人交换你们 圣灵圣灵 圣灵圣灵 圣灵圣灵圣灵 圣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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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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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得主耶稣我们在祢面前 同心合意地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愿祢的灵大大的 充满在我们中间 将那个渴慕的灵 充满在我们的里面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需要祢 主啊 愿祢自己的灵 丰丰富富地 浇灌在我们中间 主耶稣啊 凡此渴慕的 主啊 主啊 渴慕的 就来到祢面前 主啊 主啊 信祢的人 从祂的父中央流出 活水的江河来 主啊 我们谢谢祢 我们赞美祢 主 我们欢迎祢来 谢谢祢 亲爱的主啊 祢允许将这个 祢讲圣灵要浇灌 凡有血气的 谢谢祢 赞美祢 主 我们欢迎祢 主啊 主啊 不要让我们做一个 好像只是一个 行事的基督徒 不要让我们做一个 只是有头脑知识的基督徒 亲爱的主耶稣啊 我们邀请祢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来翻转我们 是的 圣灵 圣灵 欢迎你来 圣灵 圣灵 但愿降临 我们终结 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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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你来 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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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你来 圣灵 圣灵 但愿降临 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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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摸着你自己的头 我们祷告 神啊 你亲自的按手 圣灵你亲自的来浇灌 将那个一致的大能 充满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这时候同神开口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使得主 我们这时候同心合一 在你面前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耶稣 我们祷告你 亲爱的主耶稣 你圣灵在我们中间 你是认为一致的灵 亲爱的主啊 你亲自的来医治我们 主啊 我们当中这些心脏的毛病 主耶稣啊 我们当中有这些 有这刚动过手术的 亲爱的主耶稣啊 我们的骨头里面的挫伤的 亲爱的主 我们祷告你亲自的来医治 主耶稣我们祷告你 主耶稣我们有 胃部的问题的 有胃贵痒的 十二指肠贵痒的 主啊 有这些胃病的 主啊 你亲自的在我们中间来医治 亲爱的主 我们祷告 主耶稣我们当中有肿瘤的 主啊 有这些 感染症的 主啊 我们发现有这些的 这些癌细胞在我们的里面的 亲爱的主耶稣 你现在就在我们弟兄姊妹身上 来做一致的工作 主我们特别祷告 在我们当中有一些 心中有惧怕 被惧怕所捆绑 心中有忧虑 被忧虑所捆绑 这是我们奉耶稣基督里面 要断开这一切的锁链 主耶稣我们这种奉耶稣基督里面 彻责这个邪灵 一切忧郁的灵 一切恐惧的灵 离开我们的中间 主这时候我们也祷告 那些有被这些 addict to pornography的 有addict to一些的 这些的 这些的 这个色情的 或者是addict to一些的药物的 主要有addict to这些 compute game的 主耶稣说我们这时候 要奉耶稣基督里面 断开这些人身上的锁链 神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要得自由 主我们祷告你 释放我们的弟兄姐妹 从一切的瑕疵里面 释放出来 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 主啊 你何等的希望 我们能够 真是过着一个 属你的生活 主啊 赞美你 你愿意我们身体健壮 我们的灵魂新盛 亲爱的主耶稣啊 让我们的身心灵 都因为依靠你的缘故 而能够环然快乐 主谢谢你 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 靠着你 我们可以在我们 未来的这个人生当中 能够天天靠你得胜 天天宣告你的得胜 天天知取你得胜的能力 愿愿我们 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和交通 常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 直到我们主耶稣 再来的日子 Amen